任何東西不是real property 都是personal property 我們要記的字 簡單說就是車 我們買屋的Garage 但在這裏 想要你記的是chattel 不chattel real 因為他考是考這兩個字 這個是舊的英文字 chattel這個字其實 就是解租約的意思 就是解 chattel real 就是租關於屋的租約 這個就是租關於不是屋的租約 例如什麼不是屋的租約 例如租過 租過printer 在公司裏 或者租過cashire 那些multiple choice很多時候 A是air B是water C是land D是chattel 哪一個是real estate real property except 通常呢 如果有except 不是real property 那就是personal property 這裏就是fixture 我們就放在下面這個 fixture就是黏住的 我好像是否上次提過 對 上次提過 所以這次呢 我們很簡單的重溫 就是說 黏住了personal property 如果是黏住的 我們就是 permanent 就是real 如果是temporary 就是personal 如果是鑰匙 就是real 因為它一定要給人 如果它跟seller buyer 是有關係 就視乎情形異定 如果它的intention 是有在的 也是視乎情形異定 agreement 就是如果它是同意了 也是視乎情形異定 那它這個呢 考那個 我就最喜歡說 cost 是不是 cost 不是determining 的fixture 那 就是那個 不會說 因為它貴和便宜 是決定 那樣東西 是屬於誰的 那 所以呢 Maria 你記住 這五個字 你自己要念熟它 不要 這條都錯 那就不值了 那另外 trade fixture 就是 因為它是跟著那個 business 的嘛 那所以 它跟著那個business 的時候呢 就 是跟 跟上去賣 那但是business 這個字呢 我們就要記得 goodwill goodwill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那個名聲 furniture 和fixture呢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呢 做生意呢 都會用這兩個字的 就是 就是 賣的時候呢 跟著的傢俬 和他的trade fixture 那 最後一個 英文字呢 我們就叫booksell 就是 當我們賣一個生意出去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這個紙 那張紙呢 就是 現在是 購買了 seller 多少錢 是什麼餐館 或者什麼士多 那 所以這裏的字呢 就給了你了 trade fixture 那就是 什麼時候都是personal property 的